大家好 我是李翔 我们刚才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加速度的原理 写了一个篮球的弹跳 篮球弹跳 这个方式其实光是一个Y的方向 要应用上会比较受限制 我们现在来写一个x方向 就是变一个抛物线 其实抛物线的原理 学过物理学的同学应该会很清楚 x方向如果没有外力影响的话 速度是定速 只有Y的方向因为受到重力加速度 所以它会有变快变慢的情况 所以我们如果要把篮球变成抛物线 其实很简单 我们加一个x的方向就可以 比如说我现在再加一个 现在这个speed这样写是比较笼统 照理讲应该把xy的速度把它分开出来 我们现在来写一下 比如说宣告一个叫做 x的速度 velocity 是一个number 假设等于 用慢一点三 它再宣告一个y的速度 velocity 就是一个number 等于 y等于0 这里这个speed我先杠掉 我先不要 我们先看x方向跟y的方向 y的方向 我们就可以把刚刚底下这个speed 用y的速度来取代 开始是0 但是加速度是正的 所以每一次加会让这一个y的velocity 它会越来越大 所以这样子结果应该这个speed把它取代掉 我们来看一看 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就是把speed这个字换成yvelocity 我们现在加一个x方向的速度 x方向我们一开始就写死了 写成是等于3 所以这个地方我直接抄下来 变成是球的x的x加上 好 这样子 我们先把球的位置移到左边这里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抛物线的原理 它会往右边移动的时候是一个定值 右边移动一个定值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要做一个像愤怒鸟一样 好 球从这边好像发射出去 然后就这样子 好 一个抛物线 好 漂亮的抛物线 那道理是一样的 道理呢 不过这个地方 抛物线必须用到一个三角函数 我用笔稍微画一下好了 好 如果说以前以物理学来讲 我们现在有一个发射角是一个speed speed 那它的发射角呢 这里如果是系打角 那它的x方向的速度应该是speed的去乘上cos的 这个是系打角 这个是系打角 那它的y的速度呢 应该是speed的去乘上一个side的系打角 对不对 所以我们如果利用这个方式呢 我们大概可以比较清楚知道一下 我这里先删掉 好 打开 所以呢 我们要做一个很漂亮的抛物线 我们这个speed要把它拉回来 比如说往右上发射的一个速度呢 是一个10的速度 那我们还要在另外一个参数是发射的角度 比如说我们就叫做 shutter and angle 那一样是一个number 好 这里呢 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数学上用的角度是幅度 跟我们日常生活上360度角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这里呢 是先用一个pi 一个pi呢 就是我们的圆周率 是180度的意思 那假设我们要发射30度就除以6 180除以6就是30 其实它不是180 pi是圆周率是3.14 那这个小数我们不管 除以6 那我们要的是这个弧度 有了这个弧度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 x跟y的速度算出来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x方向速度呢 是我们的speed 去乘上一个cos角 cos short angle这个角度 然后呢 y的速度呢 是speed的去乘上sine的 一样 有这个sine的这个角度 是一样的 只有这里要改 其他的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 x就不用改 y的话呢 y我们就给它增加 也是重力加速度 那旋转的话呢 就先不理它了 我们先看一下 就这样 发射速度不够快 我们现在把发射速度呢 加快 比如说speed的加成是30 20 它就是一个20 是不够高啦 因为我们发射30度角 太低了 我们现在把它发射 比如说除以3 60度角 看会比较清楚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的一个泡污线 有没有 再看一下泡污线 那如果说呢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一颗球 换成是愤怒鸟 我现在点进去 把这个篮球呢 删掉 然后呢 我抓一个愤怒鸟的途径 这个图我已经 下载好了 把这只愤怒鸟呢 放在我们的 元件里面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游戏来看 Flash来看 它就是一个愤怒鸟 不过它会旋转 其实 就是我们等一下 要把这一个 这一只鸟的旋转 自己的旋转 把它改成0 那这样子呢 就有一个愤怒鸟 发射出去的样子 我先谈到这边 那个修正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再来做修正 它不是篮球 先到这里